Hello 小黄收的朋友们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脱头发的一些小蜜招吧 怎么收头可以让自己的头发 不至于被掏断了 或者是让头发太差 平常我收头啊 可早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不输这个板子走的过程当中 我会把头发就这种防撕一下 这种通话头发怎么收开了 这个很关键 绝招来了 首先呢 先把这个头发 轻轻的 从这个发圈里面把它卸下来 卸掉所有的这个发侠 好 发侠都拆开了 头发已经散了 看到这里还有两颗小辫没有 这两颗小辫不适合此时拆卸 因为头发现在是粘在一块的 超发什么关键的 遇上这种型 一定要有这样的梳子 它特别软 它是分两层的 在这个宽松的梳枝下边 是配了一层黑色的毛毛的这种 我们现在就可以展示一下 这种梳子梳头发 我们看可以掉多少头 我先刀一下 拨得再慢一点 梳掉头 你看 一点都不会感觉到疼 基本上两刷子 所有的打结全开了 但是这种柔顺度和顺滑度 是你想象不到的倾索 你看 我掉了几根头发 两三根 这边刚才不是拽不开吗 我拿手垫一下 我也梳一下下子 你看 两下 就开了 第三下全开 双层尺硕是可以把打结的头发 属顺的 让我的大师子检查一下 我家这个头发全部都已经属顺了 这个时候头颖的这些小辈子可以拆了 因为如果刚才拆的话呢 那肯定拆不开 它都跟它粘在一块 这种造型之后 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打结的障碍了 我就会换上我的这种梳子 进行文部的护理程序 什么护理程序呢 就是我每天的 闹头模式 这个模式 需要花两到三分钟 因为呢 比较懒 不要省 不要只省时间 所以我喜欢双手左右夹击 这个梳的梳头是相当舒服的 梳到头皮上的力度刚刚好 在这个闹头模式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闹到头皮所有的这个位置 而且这个闹头模式好在哪里呢 一很舒服 好像在给头皮按摩一样 第二还解痒 因为你梳了一天的造型之后呢 它根根的不在它自己的位置上 它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痒 第三呢 它在脑子过程中呢 会产生很多热量 那么这些 不可以刺激你头皮的黑色细胞的活性 这样可以防止脱发 至少至少二百下哟 我们梳头啊 大家不要错误的理解 梳的是热的 梳的是头皮 其实没事 你拿这个梳的敲一敲头皮 这都是非常好的 促进头皮血液循环的一个方法 脑完了之后 我会梳一个类似这样的流传血 稍微这样扎一下 一个丸子头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的 这个梳脏出得比较好 没事 挠一挠 第二个做得比较好 它有这个圆圆的这个 重力点 湿力点 那么这些点呢 就是在你的头顶上 按揉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几个穴位 比如说头顶的这个百肥穴 可以这样按揉 一个点揉下来 然后再从这个点 这样刮一下 最后面有风穴 边有风穴 这边是一风穴 脚酸穴 然后天柱穴 就这几个穴位 都在你头顶的这些位置 头顶的穴位跟穴位是非常多的 其实当你按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自己这个太阳穴啊 这些位置 都会有一些疼 其实这种疼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穴堵 我们中医会讲很多的这种 痛则不痛 痛则不痛 那肯定这里就穴堵 这个小室说的特别有意思 这个有的时候做造型 这头发被发现失货 过过一天之后 这个头真的 你的发根被腻着 各种处理之后 头很难受 就用它来挠一挠 这个挠实在是 太舒服了 咱们古人不也是常说吗 发长输 木长月 用齿长扣 好了 今天我们其实是分享 保护头发和护理头发 护理头皮的一些 那个小小面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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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